哇塞,為什麼台灣政治人物的醜事醜聞 還有一大堆的笑話 會有那麼多啊 呵呵呵,有時候我看了眼都花了 陳隨便的兒子上一次嫖妓 寫出來一個王迪比他小的17歲的一個女議員 發生性下情 拜託他啦,快到55歲了 可以說是油膩大叔了 還搞這些事情出來 他有沒有搞錯啊 丟不丟人啊 台灣還有那麼多可憐孤獨的男人 為什麼他還要搶著用啊 難怪他和他的那些那幫人會支持同性戀 其實關鍵不是他和一個比他年輕很多的女子 發生密切的關係 重點是他身為有一個妻子的公共政治人物 還能做得出這種像肩膚淫妇的一種事情出來 叫說那個女的也是一個語言 都已經有比他小11歲的太太了 現在又搞了一個比他小17歲的女人 結了婚有三個孩子了 但現在還跟一個女子在同一間屋子裡生活 太丟人了吧 成何其統啊 誰會相信他們不會發生事情啊 要是有一天在一個聯誼的夜晚 雷電交加 屋子停電 沒有燈 兩人在屋子裡 你們想想看 那將會發生什麼事啊 反而別怕 丁一哥在這裡 來來來 躺在我的肩膀上 然後這個圓柔翻就會這樣 啊丁一哥啊 我好冷喔 然後他就會說 讓丁一哥抱抱你吧 給你一些溫軟 然後他就會說 哇你的肚子批批軟軟的 我好喜歡喔 丁丁 那種感覺 然後呢 他們就毛手毛腳咯 不用再說 相信你們大家會猜到下一步會是什麼了吧 他們能如此那麼不要臉 有妻子有孩子的公共政治人物 竟然能和一個女子住在一個小房子裡 兩人每天一起進進出出的 丁一哥啊 周圍沒人 你可以放心下來了 我已經為我們買了兩份愛情早餐了 快下來一起走吧 更何況啊 他們住的房子裡 只有一間一室 One Bathroom 一男一女一起共享 這是什麼概念啊 丁一哥 Sorry我不小心開了門 看到你的雞雞咯 方兒不好意思喔 我看你在洗澡 不小心看到你的兩粒妹妹了 你們有學做父母的會讓你們的女兒 跟一個有婚姻的男人一起住啊 除非那些父母是被綠黨洗腦了 只有Stupid 人才會相信他們兩人之間不會發生什麼事 每天早晨一起吃早餐 白天一起去上班 然後一起回家 那晚上在屋子裡幹嘛 難道是你看我我看你嗎 啊啊啊 上啊上啊啊 喔喔 丁一哥 丁一哥不要停啊 不要停啊 繼續啊 令人最驚訝的是 他們能明觀正大的告訴媒體 他已經讓他的太太知道這件事了 蛤 這不是在說他的太太不建議他的行為嗎 有那麼隨便嗎 這倒也是 第一 顏柔凡 比他還要年輕 還要新鮮 第二 我相信他的太太已經習慣麻木了 自從結婚以來 他早就知道 個完第一 比這個風流成性 美女人在他的旁邊是不行的男人 所以他只好嫁雞 誰雞 嫁果誰狗 任命了 在這裡 重點身為一個一言為言 公共人物 他們怎麼能不知道他們的極限呢 台北有那麼多屋子 為什麼他們兩個非擠在一起 不可能 然後這樣啊 一堆哪裡在一間小屋裡 除了泡泡 還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真的是 害丟全世界人的臉了 要是你們喜歡視頻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Bye